十年差不多給了香港人的一個想像 給了業界的一個方向 不如又說說更加爆料 這個真是爆料 跳出香港 這個巴拿華 香港也有關係 當時爆出全世界知名的人或政要 大部份都是榜上有名 包括習大大的親戚 那個是謝夫 謝夫 巴拿馬 巴拿馬只想到火腿 是不是巴拿馬火腿 不是巴拿馬 然後呢 有一份律師行的文件 那律師行的文件就是寫 很多外國的正義或出名的人 透過開設一些 風學公司 靈外公司去洗黑錢 或者轉移資產 不要說洗黑錢 是隱藏資產 對 未必是洗黑錢的 可能合法一點就是轉移資產 我們這樣說 合法的 但是是否道德呢 就是不同的地方的人 就有不同的看法 好像冰島 冰島 它就引起一個很大的公眾熱議 那些媒體就不斷追問那個冰島的總理 因為 這是一個政治醜聞 問到那個冰島的總理走場 很生氣 這個訪問 他好像因為沒有申報利益 應該就是沒有申報利益 這些就是 秘密轉移的資產 大大的醜聞 講講講講 究竟跟香港有什麼關係 根據這些文件 香港原來是全球第二大的 這個叫做 轉移資產的渠道 可以這樣說嗎 是啊 第二大 是啊 轉移哪些人的資產 大家就 不用講都知道 肯定是共產黨的官員 中國人 共產黨黨官 比如 習大大的姐夫 就是用了離岸公司 擁有香港的一個物業 好像是謝飛道 是不是 不肯定 總之就是很貴的 那些物業 是啊 其實就是 你現在看到的就是很少 我覺得是冰山一角 還沒計算 那些黨官找他的親戚 或者是找他的信得過的人 去買的 這個只是其中一間律師樓的文件 是啊 會不會有其他律師樓的文件 披露出來呢 是啊 你會看到 為什麼會 會關香港的事 就是因為原來香港是一個很大的資產的轉移 港口也是一個資產的一個叫做 叫做什麼 暫存的地方 香港從來都是從事一個港口的業務 以前就是一些實體的貨 例如鴉片 或者一些香料 那類的東西 但是 與時並進 現在轉移的就是資產 資金 是啊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合理地推論到 其實香港是一個很大的資產轉移的港口 是比中共的黨官是轉移的資產 那其實對於一個叫做 主張香港獨立的人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有力的支持或者證據 就是我們之前就經常說 共產黨不可以動香港 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對於中國是有很大的價值 也要怎樣轉移資金 這次呢 終於爆了一些 我們以前可能沒有什麼實質的證明 現在就有了 都幾強有 其實之前也有些 比如說香港是 對於 應該說 香港是中國 最大FDI 金額的國家 全世界 FDI 即是什麼呢 Direct Investment 即是叫做外來投資 簡單地說外來投資 那麼香港呢 就是全世界 最大金額的外來投資 對於中國來講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的錢 那些叫做黑錢 走來香港的時候 繞個圈 洗乾淨 然後用FDI投資回到中國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 香港一直以來 對於中國來講 其實是 很重要的一個 港口 到現在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港口 所以我們就有這個 本錢 籌碼 和共產黨去談判 是啊 即是 那些人問 你怎麼搞港獨 你都沒有軍隊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愚蠻的 很愚蠻的問法來的 第一就是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可以想辦法 由沒有變成有 當然我不是鼓勵大家這麼做 第二就是 獨立就未必一定要用 槍炮彈藥 或者軍火革命的 它可以採取很多不同的形式 就是和平的又有 甚至激烈的衝突的方式都有 但是 有一世紀 新的獨立方式 都未必是沒有可能發生的 譬如好像剛剛說 可以是一個 即是 即是一個談判的形式都OK的 即是你有這麼大的資本 或者本錢去去談判 因為即是 好像一些老論調 即是 如果你 你不斷膽出動解放軍 還有 不只是共產黨用香港轉移資產 是全世界有很多人 很多政要 很多重要的人物 在香港轉移資產 避碎天堂 你動香港 那他們就少了一個渠島 斷人毀路 他意思就是 那個壓力 不是來自他 中共本身 他自己都害怕 全世界 外國的其實一些很重要的政要 其實都很搖底 即是 如果 即是 如果 香港的局勢 如果你動用解放軍 你選到的不單止是 即是 黨官自己的資產 或者 米路 更加損害著一些外國政要的資產 和米路 所以我覺得 就 我覺得就 在香港 會用到 這個解放軍的機會 真的很小 其實 很老實說 一個 香港這個地方 其實 夾起來的 解放軍駐軍 只有六千人 而那六千人的解放軍 全部都是少爺兵 即你可以打死你 不是 意思就是說 你要在香港做解放軍 你要有特別渠道 或者適權貴 甚至你要付錢 你才可以下來做解放軍 駐港解放軍 是 因為 為什麼 因為香港做解放軍駐軍 實在太好了 那條件 即不需要什麼 日曬雨淋 還是什麼 其實就是 就這樣駐在軍營 即是 偶爾可能做些 換到三個去隔離 即是中華人老懶 這樣 好像不行的 又不行的 因為解放軍 就不能走出軍營 哦 那裡面很悶 是啊 喂大哥 你在 你在軍中的位置 可以這麼他條 做駐軍 你明白嗎 即是可以賺經驗值 但不用這麼辛苦 這樣賺 還有香港的解放軍 其實就 沒有坦克的 是嗎 香港是行不到坦克的 是嗎 因為好像聽過人說 如果你在那些 香港的那些 那些清路 那裡開坦克 會陷入 因為下面其實是很多 叫做 水管 或者是 氣喉 電線 光纖 其實它是 下面是有虛位的 並不是說 物質質的 這樣 這個我不肯定 即是以我 皮膚為知識 要不要實現 最好 真的試一試 所以駐港解放軍 沒有坦克 只有裝甲車 也沒有什麼重型武器 如果萬一 去到這麼不理性的地步 它真的動用解放軍 那我覺得 我覺得 我想立刻 很多軍隊可能會登陸香港 說 沒有了香港 沒有了香港 那些錢都在那裡 又沒有FF 但是 我反而覺得 威脅 未必是打不贏的 如果你說 憑香港人之力 那絕對是 如果你說它只有六千個人 又沒有什麼重型武器 當然它有槍有炮 是啊 但是香港是一個城市 打巷戰 其實正規軍 也未必有很大的優勢 可能這個是我們FF 我們沒有什麼軍事常識 我們 就是 以事臨事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就是 有一點是 證實了 其實香港是有獨立的本錢 是的 這一點一定是確實的 即並不是說 共產黨說到 你香港一民不值 共產黨是這樣說 香港是 沒有我們 中國人你們早就有懸彈尿 是的 應該是反過來 現在是反過來 即是你奶粉 已經是了 沒有香港人賣奶粉給你 你們的孩子 一早 寶寶 你們的寶寶就有懸彈尿 是的 很多事情都是靠香港 香港是一個 是一個 始終都是轉口說的 這麼多年歷史來的 香港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轉口說 萬一香港獨立了 那麼共產黨會不會在這裏走不到知道 又不會的 什麼走不到知道 即是說 即是說 即是香港獨立了之後 就會能夠確立或者保護到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哦 當然了 即這個是一定的 會比起現在更加好的 是 即是為什麼我們會用一個所謂的 所謂的共中關係正常化呢 因為如果香港成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 它其實就有這樣的能力去主導香港 香港國內的事務 它也有能力去決定一個國策究竟是什麼 那它其實是絕對有可能是保障所謂的黨官的利益 甚至是不同國家政要也好 國家的一些國際國家的利益也好 其實都可以保障到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 我覺得如果在香港獨立了之後 依舊是保障所謂的普通法的制度 然後是一個開放和一個理性的政府 即是說我們是要跟一些程序 一些procedures 一些rules 你給予一個信心外國的話 其實它 其實我不會覺得 即是說什麼香港獨立的 好像其他那些什麼 什麼鄰近地區中國 說不行了 會死人塌樓啊 什麼什麼什麼 其實我覺得可以和鄰國是保持一個 所謂正常關係 我不會用友好 正常關係 萬一共產黨繼續在香港繼續赤化 掌控香港的事務 操控香港的金融市場 就說很嚴重 影響香港的金融中心的操作 運作就很嚴重 譬如為什麼這樣說呢 說近了 不要說遠 近的就是 最近上海前一個派密搞一個融斷機制 一整個融斷機制 第二天就斷了 不夠十分鐘就斷了 然後第二天又斷了 斷到要停市 然後又斷了 斷了兩次三次之後 好像不太好 先取消了 看看香港會不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如果香港發生這樣的情況 我想這個所謂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一定是不保 再說遠一點 1949年 共產黨派他的公安 進駐上海的證券交易所 他就說我現在要好好地教育你們 什麼叫投資 什麼叫金融 你們是不應該隨便去炒賣 這是不對的 這次我就小情大戒 只是懲罰一小部分人 大部分人警告一下就算了 那又告了二百多人 然後抹收裡面所有的黃金和銀 所有的財產 小事化 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這次就算了 下次不要了 知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一個主權獨立的香港 是對於任何一方都有利益 老老實實 就是一個win win win 對於香港也好 中國也好 全世界國家也好 就是不要說那麼多 你踢走香港也算了 真的不要說那麼多 這一節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 你們 謝謝 請 幫我們 謝謝 感谢观看